闻 你说 文英怎么这么半天才接电话呀 沈黄跟你在一块儿吗 对对对 你告诉他 闻晓晨明天就要去美国了 你让他自己好自为之 好 拜拜 先挂了 好 没问题 沈猴 猴子 猴子 你坐下 我跟你说个事 你快点 严小辰 你有病吧 有什么快说 严小辰 有什么快说 你П在前面 你wy什么快说 你哇 你老子 这样 有什么快说 你故意 你小心 有什么快说 你老子 小辰 你老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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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子好 你行啊 上红 跟我还摆家呢 你行 就是亲哥们才时刻督促你的 今天已经周四了 你这周才第一次来公司吧 我 我这两天不是忙我婚礼的事吗 你不知道我家那姑奶 那个多可怕 昨天一天啊 试了二十套衣服 我陪她试了凌晨三点 困得我眼皮子直蹦低 你知道吗 我还不如在公司加班呢 当初是谁为了兑现承诺 跟魏腾结婚 拼命拿个赛车冠军来着 要不说你比我聪明呢 这三年一直胆子 无事一身轻 对吧 我告诉你 你千万别哪天想不开 又想结婚了 我倒是想结婚 前几天我没来 也不是因为公司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吗 我知道今下午不是那个美国投资人来吗 我这不就出现了吗 我告诉你 这就叫一个创业者敏锐的嗅觉 人家来是来了 您呢 您就打算用这副尊容去见投资人 我这 不都说美国人穿得随便吗 我这叫不入乡 但随俗 我这牌子 行 我去换 等一下 送你本书 我谢谢你 好吗 我这叫不入乡 你不为买 我这叫不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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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别人 你本来说不入乡 我你跟着我 我怎么快点 你能在乡 拥着 这被d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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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公司确实是处在一个攻坚阶纹 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员工 都在加班加点地 为自己的新项目而忙碌 况且 滴水不漏的资料 不如你眼睛里眼见为实 并不是我自吹自雷 我们公司确实是处在 一个被梦想所指引 充满活力的创业氛围内 那沈总的梦想是什么呢 这不仅是我的梦想 也是这个公司的梦想 我记得在八年前 发生了一件事情 通过这件事情我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公平的 从那以后 我就想创立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每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 知识改变命运 在全世界教育 依然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 那沈总是怎么看待失败的呢 毕业后的某一天 我在一个小仓库里 和我的同学们来海洋 我们在聚会 我们在聚会 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话 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 我希望凭借我们的自身努力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有一句话说得好 远行的船坡 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 但是他却能给 下一个船长留下重要的航线 了不起 伟大的理想也离不开资本的信任吧 从目前来看 贵公司的盈利模式 非常不满满 甚至前期提供的课程 也都是免费的 从财报上来看 盈利情况也不太乐观 我相信没有一个商人 是愿意做亏本买卖的 所以即便如此 沈总 还是依然对自己的理念 很自信吗 连经理今天之所以 会出现在这儿 那说明的一点 我们公司做对了一些事情 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 将科技和教育结合在一起 降低知识获取成本 海量吸纳用户 提高AI学习能力 形成了独有的算法 从而使我们公司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那沈总有没有考虑过 如果后续再没有资金的注入 贵公司要如何维持运转呢 我这个人 没那么轻易放弃 我始终相信一句话 种下梧桐树 才能引得凤凰来 连经理 您稍等 我去找司机把车开过来 好 小辰 沈总 还有什么问题吗 晚上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我一会儿还要工作 那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公司啊 后点吧 我明天要去处理一些私事 好 我等你 先走了 沈总 先走了 对了 您还没说呢 您这次碰面前期什么情境 您不用笑 我告诉你今天看颜永辰的时候 您眼睛都直了知道吗 跟探照灯似 嗖嗖嗖嗖嗖 不过你今天这一桶慷慨陈词 我佩服了 我估计颜耀辰也后悔 后悔到初抛弃了你 他真的变了很多 对 变了 变得更可怕 你手他今天坐在哪儿 那个老冰冰的样 你说他这次回国了 是不是就想公报私仇啊 借着跟我们谈生意来告课你 他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 恰恰相反 他知道是我们的公司 还愿意来接洽 您不觉得这反而 说明了一个问题吗 说明了 说明咱们公司好 人人都想投 这个严晓晨今天还说咱公司 这不行那不行的 他就是想让我们 把公司便宜卖给他 你不了解他 这些都是谈判技巧 好 我反而觉得 他今天是有意在试探 猴子 是我没长大还是你没长大呀 三年了 你给他打过多少电话 发过多少短信 他理过你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自作多情啊 你不用瞪我 瞪我你也是自作多情 我跟你讲 自作多情这方面 我赵也还 自贪不如 好吧 那他会怎么着啊 那他会怎么着啊 追他回来啊 他当年 受伤那么多伤 我也无能为力 但是现在 他如果肯再出现 我觉得 肯定会有转机